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台股稍微量縮 強勢整理 尾盤是收在平盤附近 那今天台股稍微補個量 成樣又將近1000億 又上漲來到波段新高 從指數的概念 當然是一個多方式 多方式當然拉回早買點 順風現在有那麼多錢 我希望在今天台股 已經快要逼近萬點了 我說同朋友 你只要沒有放空的一個想法 你都還有機會 很多同朋友看到大部分事物 從去年度沿路的上漲 來到9000點以上 目前又要接近萬點了 一直想放空 親愛同朋友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今年度台股的結構 跟以往是不一樣的 不管從籌碼還是量價來分析 你知道以往台股只要來到萬點附近 那個融資源呢 都高達三四千億 現在的台股 已經9900了對不對 融資源才1400多億 所以我說過 這個長線的籌碼 非常的穩定 也就是為什麼我說 告訴你 要跟我延誤的來做多的 原因主要 因為籌碼太漂亮了 另外量價結構 也是不一樣 之前以往台股要往上攻萬點 成家量兩三千億 現在台股幾億 盡量大概1000億 所以你看到的一個籌碼 跟量價 如此的穩定的潛碟性市場的台股 給你的一個策略的運用 其實很簡單 一檔股票如果發動點沒有買 回檔下來來到支撐 要敢跟我進場 這是多頭你要掌握住的 一個很簡單的策略 要懂得落實這個動作 所以你看一下 當時候的台勝科 我們是不是稱他壓回來到支撐 告訴你要做買進 反市場的操作 逢低成接 降低會員的成本跟風險 更何況我跟你做預告 24號 我們告訴你 台勝科的支撐在這一根紅K棒 股價有沒有來 來了就要買 3月2號跌 來到支撐出手 是買在本波段最低點 所以當然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我就是因為準備好要出手 所以我才先畫給你看 你要懂得聞香下馬 是不是 24號告訴你 短撐在這一根紅K棒 股價跌了 來到支撐 出手跟我低接 幾乎買在本波段最低點 9.3 有沒有看到 台湾中的訊息重不重要 一檔股票 他們有問問你自己 你敢在他回檔的時候 爬位嗎 如果盤中訊息 請老師推你一把 你就敢進去 所以有沒有訊息在帶 真的差很多 告訴會員台勝科 已經來到2月16號 短撐的位置 就這一根 定價93買 你去對時對價 買完之後 隔天3月3號 我又看到拇指轉折 他會向上 既然知道他會向上 我96塊錢 新救會員再加碼 3月7號 再把一檔股票賣掉 再度的加碼台勝科 99啊 我重壓幾筆 我有沒有盡量 要幫會員的績效 拉大 那個效果 93 96 99 三筆單子進去之後 股價會亮燈 3月7號 來到108嘛 是不是每一筆單都賺錢 這是你看到我們一個績效嘛 那當然接下來一個重點是 我接下股票 他沒有每天漲嘛 那當他回檔呢 當他急殺呢 誰在照顧你 3月7號你看到亮燈 很漂亮 3月8號你看到急殺 跌了七八趴嘛 你會覺得他很醜嘛 我告訴會員 最新的營收報告還是成長 不賣出 他急殺不賣出 他連續洗盤洗了三天 從3月8號的急跌 3月9號開平高走低 又不好看了 收平盤了 3月10號再洗一遍 連洗三天 一般同志朋友在這三天 會被請出去 但是如果你有親愛老師在照顧你 你不會被洗出去 因為我當天的一個節目內容 所給你的事 他接下來漲勢會更兇悍 洗得越厲害 籌碼是越乾淨 他漲勢就會越漂亮 這我3月10號的一個解讀嘛 經過這三天的一個折磨 你會知道高手在哪裡 從3月8號的回檔 告訴你不賣 3月9號 開平高走低 滾賣 3月10號連洗三天又急殺 一般人都被洗出場了 我告訴你接下來漲勢會更兇悍 有沒有印證 10號講完之後放個兩天假 13號禮拜漲5% 上個禮拜是又漲6% 上禮拜五漲10% 有沒有越漲越兇 什麼是講在前面 讓你印證在後面 我們的眼光有沒有看到未來 如果一檔股票藍圖是你規劃的 那個地基很窄 蓋起來的房子就很壯很漂亮 所以整個一個台勝科 跟你講得多清楚 洗得越厲害 漲勢會更兇悍 清老師跟其他的分析師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是每天只會分析大漲漲停板的股票給你 從來也不給你帶到會員的買賣點 行不行 這樣做分析師太簡單了 清老師介紹股票就是會員的持股 電線上所呈現的績效就是會員的績效 93 96 96 連續三筆單子進去之後 我為什麼在第四筆進去 講得多麼實在 講得多麼貼切 很乾淨俐落 我沒有再跟你拖泥帶水 3月10號那個禮拜 再洗盤 我說漲勢會更兇悍 你有沒有被洗掉 有沒有越來越厲害的一個漲勢 上禮拜漲5%而已 上禮拜是就漲了6% 上個禮拜我直接送你10%漲停板 在上禮拜我還沒有漲停板以前 有沒有 前天禮拜四我怎麼解讀它 這重不重要啊 一檔股票還沒有攻漲停以前 先跟你預告 是不是這麼說 上禮拜四的台勝科 來到壓縮的末端 八天又叫轉折 接下來它有沒有轉折向上 有沒有轉折向上 所以我給你的預告 就是要告訴你 我又要有所動作了嘛 所以新會員 我在上禮拜 我是不是告訴你一樣要買 一樣要卡位 因為已經出現所謂的 八千多張的一個新天亮嘛 我已經看到它會過前波高 一二六嘛 所以新會員跟著救援員再買 再買 就知道他會去 總之新參加會員 你沒辦法買在 九三九十六九十九一百以下的 上禮拜五我一樣告訴你要卡位 會員有先來後到沒有錯 但是新郎老師會盡我所能 讓我們的所有會員 都可以賺到一檔股票 完整的利潤 所以整個台聖科 在禮拜五 新救援員同步再買 對 要拉漲停以前 有沒有15號 更正17號嘛 禮拜五亮燈嘛 告訴會員要報老 還沒有漲停一百以前 禮拜四先跟你做預告 壓縮了八天 他有沒有衝出去 衝出去看到新天亮 現在有沒有 依量先價型的概念 依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他會再漲 既然還會再漲 會過前高一二六 新救援員再買 接下來你看到 這禮拜一就很精彩了嘛 拆檔亮燈 盤中漲了9.2% 又再上衝下洗了 其實尾盤收在相對的低 你怕不怕 洗一次兩次三次 通常在尾盤你會把它賣掉 是不是這樣說 但是我們在盤中 當會員有所疑慮 不用等會員打電話進來問 我直接在昨天 9點半告訴他們台聖科 預估今天會再出現新天亮嘛 目前盤中急殺只是短線的獲利賣壓嘛 那短線獲利賣壓就讓他賣嘛 我們能持股氣爆不要被洗掉 對不對 9點半左右嘛 台聖科大概在120嘛 當他開始急殺嘛 我知道會員會擔心啊 所以我們要給會員明確的答案啊 如果他真的不行了 該賣那就出啊 如果他還可以 推升了一個力道空間出來 那你就不要被洗掉啊 這是我們在盤中 帶領會員的資訊嘛 我真的很盡我所能 在照顧我們全體的會員啊 知道我的意思嗎 朋友不要被洗掉啊 禮拜一次幾乎受在相對低檔嘛 是不是 所以今天那個台聖科 結果怎麼樣 大漲7.1% 今天台聖科 來到127.5% 有沒有過高 有沒有過高 相信 你對慶龍老師的一個見解 會一再印證 那明天的動作 我就請你跟上來了 你沒有什麼好保留 好遲疑的空間 你更沒有做空的理由 所以說9000點以上 一定要做放空 我從今年度的2月份跟你講 不一樣啊 那支行情的歸對 來到1000億嘛 會有很多中小型的個股 它的漲3成5成一倍的利潤 只是說你有辦法 賺滿賺保而已啊 我會一檔一檔做給你看 目前的台股的結構 籌碼非常的穩 我之前一再告訴你 融資預額長期在低檔 那是一個長線籌碼 非常穩定的現象 現在指數來到9900啊 你看到了我也看到了 但我看到籌碼面特別的穩定 尤其台股這種淺跌性的市場 籌碼穩 我給你方向就是往上 我給你策略就是做多 個股來到支撐就是買 所以來到9900 進入台股目前融資 雖然有微幅的增加嘛 所以我很高興 很多人看完節目之後 有跟我們公逢其盛 這次的萬點的到來 所以你有下去做多 你一定有賺錢 尤其你看我節目的 台政哥你有賺到嗎 伊陽你有賺到嗎 你一定有 但是你可能沒辦法賺 只要方向你是願意做多的 你多還有機會啊 是不是 今天的一個指數 已經快要1萬點了 台股 昨天的融資預額 才1400多億啊 以前 台股只要來到1萬點 農資預額 三四千億 三四千億 現在才1400多億啊 三分之一百億 所以 為什麼我說 今年度的行情 跟去年度會不一樣 很多黨中型老型的個股 它會活蹦亂跳 那叫黃金股 那叫鑽石股啊 所以整個台政科 親愛的朋友 我們的一針見血的分析 相當的漂亮啊 是不是 上禮拜四 我說關鍵性的 時間點來了 有沒有講對啊 講完之後禮拜五 我就衝出去啦 衝出去有八千多張的新天亮啊 還會再漲 會過前高嘛 前高是126嘛 再上禮拜五 就給你一個結論了嘛 所以新會員 趕快再度的上車 雖然你比較晚一點 參加慶老老師的行列 沒關係啊 一百以下買不到的 上禮拜五一樣買啊 買高一點還是賺錢 是不是 所以整個台聖科 禮拜一 盤中啊 拆檔亮燈嘛 洗了好幾次 我在盤中告訴會員 不要被洗掉 不要被洗掉 你能不能擔心 慶老老師會全盤幫你們監控 所以這個盤 只要有高手陪你看盤 相信賺取波段利潤 到底你幹嘛 不會太難 好不好 所以禮拜一的分析 我相信 從禮拜二的一個漲勢 你又再度印證 慶老老師一個實力啊 漲了7.1% 對 其實昨天禮拜一 你又看到一萬多張的新天亮啊 一量先價型概念 當然還有高點嘛 所以今天一個台聖科 盤中有沒有再度大漲 漲5高達7% 127.5是不是過高了 每一筆單都賺錢 每一位會員都賺錢 我介紹股票 預壓不是壓 見高不是高 通常前波的高點都不會是壓力 你又再度印證一檔了 所以今年度的行情 非常的活潑 你的操作態度要積極 如果你還不曉得操作了 歡迎直接加入 慶老老師的行列 接下來再會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進一定貸出 成通投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洞行市場 穩健獲利 不往不利 成通投庫 值得托付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速加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可獲得20年操盤經驗的精心著作 架子型投資操盤心法 彩色精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賞自己成為操盤手的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 受用無窮 立更報答 入回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歡迎來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量先駕行的概念 對一檔有基本面的個股非常好用 3532的一個台三顆 出現大量一直往上推升 今天股價果然在創新高 另外這一檔 32-31的偽創 有沒有 今天出現7萬多張 今年度以來的新天亮 這檔股票基本面好不好 自己去看一下 它當然還有高點 所以如果你手中的股票 基本面非常的OK的 只要出現大量 不要輕易的出脫 縱使會留下 短線獲利賣壓的上影線 那只是說短線科而已 你根本不用擔心 今天偽創 上影線 短線 有人來到破斷性高想賣 那就讓他賣 如果你手中有的就續爆 都還會再漲 加上3532的一個台勝科 這個過程 包括昨天 一樣有上影線 我不是告訴你 出現1萬多張的一個新天亮 當然還有高點 前波高點都不會是壓力 這是我們的看法跟操作 所以這一檔依陽也是一樣 2月16日出現波段的大量 是不是很好進場 對不對 醫療長照的 政策的概念股票 那依陽的背後是華碩集團 那我說過 一家小經濟 如果背後有集團做加值 那他的人力跟所謂的大力之心 都不予潰乏 要人有人要錢有錢 研發出來產品 市場上認同度一定很高 所以讓一陽的一個整年度的EPS 不停的往上成長 對不對 從102年度的3塊多 去年度變成10塊 賺一個股本 所以賺股票 2月16日 233卡位 集團總值股超過6成 籌碼很穩 又有基本面 是不是 所以233買完之後 沿路的逢低承接 2月17日 趁回檔 231還是可以買一陽 那3月10號是不是很關鍵 股價還沒大漲 我看到壓縮整你的末端 隨時會噴出 既然anytime 你就要stand by 3月10號 你就敢跟我買在231 對 清老師分析的股票 都是還沒有大漲 衝出去以前 先代位領先市場卡位 3月10號真的很重要 當時候剛好大分數呢 從9869回檔了300點左右 是不是很漂亮 去年度 台股的結構 我就跟你講過了 只要他敢回檔300點以上 你跟我大膽做多 每一次都賺錢 去年度的下半年 每次急殺300點以上 你下去買股票 都會大賺 因為指數都會創新高 這一次也不例外 從9869 來到3月10號的9562 是不是差了300點 我們告訴你 回馬槍 下殺取量的一個很好的承接位置 你不要把買點當賣點 當天可不可以買一陽 3月10號一陽還沒衝 我已經看到未來了 這叫凹凍量 凹凍量這邊都可以買 231你看我買了幾次 你只要跟上任何一次的 這樣上去 有沒有80塊錢的一個價差 非常的一個漂亮 我們所運用的模式 多頭的策略 看到大盤急殺 強勢性的個股 來到支撐 我就會買 所以一陽是不是又231 出現一個很好的買點 當天大盤盤中跌了96點 急跌買 因為我知道 隨時會噴出 壓縮的末端 好不好 三角形收令型態 所以以後我如果有 開技術分析班來上課 這個都會交給你 3月10號231買完之後 放個兩天假 13號禮拜一真的亮燈 真的噴出去 尾盤掌停打開對不對 留下上影線 短線又有人在賣了 很多人看到掌停板打開 就會想賣 那是短線 長線的看法 不是只有舊技術面 不是只有舊K線 基本面的一個成長力道 以及籌碼量價型態的掌控 才有辦法幫你掌握到 一檔股票完整的破斷行情 禮拜噴出去 禮拜我先跟你講 3月10號 噴出 噴出 漲停沒有鎖住 我告訴會員 這是長波段的標的 爆波段 長波段的標的爆波段 因為你看到EPS成長力道 你也知道嗎 從3塊多到去年度的10塊多 它是有基本命的升級股啊 所以呢 當天需要賣嗎 禮拜一掌停板打開耶 告訴會員長波段的標的爆波段耶 出現大量當然還有高點嘛 所以上禮拜的回檔 VCR也給你看過了嘛 不賣 沒賣 禮拜三 又差一檔亮燈了 禮拜三又來到波段新高 再度的提醒你 醫療的醫療長照 是關係到全國人民一輩子的一個政策 跟世世代代子孫都有關係 以後不管哪個政府 他一定會延續這個政策嘛 所以整個醫療的一個架構 禮拜四 有沒有持續性的一個大漲 來到284 開高走低 你又怕了 還沒結束 這是我給你一個結論 所以不要因為一根上影線 你又想賣 我們的看法叫做長線 叫做爆波段 所以禮拜四開高走低啊 對不對 我告訴你還沒結束啊 禮拜五是不是又回到283 所以我提醒你嘛 如果醫療成為生技類股的股 股價 會漲到什麼價位 才符合它的一個價值 你敢知道 浩鼎 它是沒有EPS的嘛 乳癌新藥還沒有過關嘛 那股價竟然可以炒作到755 那伊揚呢 嗯 去年度賺一個股本喔 是本益比的生技股喔 目前的本益比很低喔 它有沒有機會 挑戰 浩鼎755之前股王的一個地位 所以整個伊揚的一個架構 禮拜五來到283.5 禮拜 昨天來到299 我會讓你賺到寶啊 已經68塊錢你價差嘛 投信 開始再買了嘛 那外資 會不會跟著買 嗯 你拭目以待 所以整個伊揚 禮拜299 今天伊揚來到312 開高走低啊 親愛的朋友 今天的312 會是伊揚的高點嗎 如果你認為會 那你當然可以賣 那如果你認為伊揚312 不會是高點 接下來 它的一個漲勢 會不會比這81塊錢的一個價差利潤更高 如果你有興趣的 歡迎你跟慶隆老師 好好做個聯繫 那因為接下來 還有一檔還不錯的 醫療及工業電腦的基油股 等著你跟我一起來布局跟卡位 今天它開高走低 多頭 拉回 少買點 這檔個股的支撐底下 就這一根紅黑棒 做醫療跟工業電腦的 醫療的一個顯示器呢 跟長照有關係 也就是說它跟小英目前的長照政策 也有聯動的係數 另外它的工業電腦 跟速食業子 有合作關係喔 不管是漢堡丸 麥當勞 這些全球的各大的速食業的 No.1的前幾名的品牌 都跟它有合作關係 所以它的EPS也不差 它是本益比還蠻低的 醫療跟工業電腦的基油股 今天開高走低 拉回早買點 這是我提供給你一個操作建議 我們這套股票 基本面 檔檔都符合8倍的 價錢投資概念的基油股嗎 未來破斷行情 金老師邀請你 跟我們一起來掌握 明天見 到更多的爭議 我們請到最終EMA 這些題字 在更多的地步 我們請到最終住 在更多的地方 我們請到最終住 從第二